話說昨天說到,以前當警察的吳老顯有一天在鄉下翻城的時候 在路上見到那個好像傳說中拐帶小孩的老虎的人 但是由於他是局長,在未取得真憑實據之前,他就不敢隨便抓人 而且他為人一向是謹慎沉穩的 所以他就決定先吊著這個婦人的尾,看看他走去哪裡 當他打定主意之後,就發現這個婦人進了城裡 專挑一些沒有人的小胡同來走 這個時候,天色就來黑了,金烏西沉,月光升起上來 吳老顯心裡更加疑惑 就跟著那個老婦人東拐西兜 終於看到他去到李公池後面的菜園那裡 這個地方根本就沒有人住的 那麼一個婦人天黑之後來到這個荒廢的菜園寺裡做什麼呢? 吳老顯心裡也覺得有點問題 今天真的有這麼巧合,陰差陽錯,實在是個天注定的 如果不是前一晚在村裡看戲,看得太晚了 第二天早上有肚子,又怎會擔角到這個時候才翻城? 如果不是這個時候翻城,又怎會撞到這個老婦人呢? 不管這個婦人是不是偷小孩的拐大婆 先攔著她問問再說吧 吳老顯想到這裡,就加快腳步追到那個婦人的身後 想著叫她停下來的 但是正在這個時候,突然之間,這個老婦人另轉身 啊,這樣另轉身,吳老顯就看到她生成怎樣了 既然是這樣,吳老顯就用觸眼神看過去了 哎呀,誰知道,明明看到老婦人在前面,來自己三步遠了 但是她在另轉身,忽然間整個人不見了 吳老顯心裡一驚,死了死了,怎麼突然間這個人消失了? 忽然之間,她在身後有一陣陰風,呼一聲,連亡另轉身 只見那個婦人就站在她身後 這個時候,天上雖然有月光 但是那個婦人在頭巾下面那張臉,卻仍然是黑媽媽的 好像根本沒有五官那樣 只能夠感覺到她面上那張眼,放出兩度空光 同時伸出兩隻掌滿了毛的大手,一插就插著吳老顯的頸 吳老顯吃了一驚,見對方這兩隻手皮膚粗造,指甲鋒利 先前被闊蒲大皺遮著,看不出什麼樣子 直到現在伸出來才發現,這隻手哪是人手來的 那時候的吳老顯,很少出聲,但功夫一點不舒適 她得過通貝拳的傳授,功夫的底子非常厚 所以總是無聲無色地扮大案 一路跟蹤到李公池菜園裡面,發現這個婦人 竟然是一個她從來未見過的東西,也不知道是什麼怪物 那個婦人有隻大手,好像兩把鐵鉗一樣 忽然之間插著吳老顯的頸,不斷捏下去 同時這個人的嘴裡發出喵喵聲,好像貓叫那樣的聲音 吳老顯大一驚,但她的大腸變得多了,臨危不亂 腳底下連亡洗出鴛鴦連環腿 踢到那個老婦人從她身前彈開,自己也借力吞了幾步 這個身穿舊袍,面裹頭巾的女人,都未等吳老顯站穩腳步 有一陣怪風又撲到眼前 在月下的荒廢菜園當中,身形詭異,好像柳黑煙那樣纏著她 不妨 吳老顯看得出,對方是有心置她於死地的 於是也不疼她了,一伸手,把自己插在背後邊的大煙袋一拔出來 這個大煙袋就厲害了,這個大煙袋的前面 是個很重的,用銅打造的大煙嘴 吳老顯為何要把煙嘴這麼大呢? 因為她平時吸煙的時候,貪她裝的煙葉特別多 好了,現在碰上危急的時候,正好可以拿來防身 當時拿起銅煙斗,不斷撐過去 那個婦人伸過來的手,不,是一隻爪來的 跟吳老顯的煙斗碰到正一正 啪一聲,嗷,一聲慘叫,連錘縮手 吳老顯的煙斗也沒有停 不管三七二十一,兜頭兜面不斷撐過去 那個婦人見世不妙,另轉身想逃跑 但就在另轉身那一剎那 吳老顯看準時機,一忌同煙斗不斷撐過去 也,頓時的血汁曬出來,站都站不穩 歪歪斜斜喝醉,向前面逃 但這個時候的吳老顯,還邊容這個婦人脫身 在後面窮追不捨 那麼李公池後面這一大片的菜園 很多年前,還有人在種瓜種菜 後來水流改道,菜園子沒有水去嬌菜 所以就此荒廢了 在這個時候,在田籠之間,生滿了雜草 在月下之上,謊煙衰草 滿木蕭條的淒涼景象 如果這個婦人剛才沒有捱了那幾煙斗 應該早就脫開吳老顯 但奈何吳老顯那一刻亨得太傾 哎呀,只能夠在這個荒廢的菜園裡走幾步 就已經被吳老顯追上了 吳老顯一追上來,一扯扯他的頭巾 終於看到他一直遮住的那片面孔了 在月光下面,看得非常之清楚 這張面,竟然比一般人的面長一半的 不僅面長,嘴還要帶得出奇 吳老顯雖然心裡早有防備 估計他也不方什麼好東西 但也猜不到這麼出奇 當時不敢嚇到冷看直流 在這個時候,那張怪面上全部都是鮮血 在月光底下看見更加令人害怕 鼻和眼和人都差不多 但面型太長,好像雷又好像馬 還有嘴裡的牙是白痴痴的獵牙來的,不是人牙 這件這樣的東西被他追到走投無路 將他兩隻全部系無的牆臂 回身向他撲過來 吳老顯借著月光,終於看清他的真面目了 竟然不是人,是一隻好像人識行的老猴 老猴? 老猴是民間的說法 舊社會的大人最終要用老猴嚇小孩 即是說,你再哭,一會兒我就叫拐大佬拐了你 沒錯,而那隻拐大佬就長得像老猴一樣 實際上,這是近似山蕭或山園的寧場類 下半截的臉都奇長無比 在猿猴當中也實屬罕見 吳老顯慢慢猜不到 這隻猴子原來已經通了人性 居然知道學人穿衣、戴頭巾 扮成婦人的樣子在路上行走 心裡又驚又奇又生氣 稍微流神那剎那 那隻猴子就撲到他面前 這魂吳老顯是躲閃不及 身上被他挖出幾條爪 皮開肉綻鮮血淋來 他和煙鬥也跌了落地 急忙之間赤手空拳和那隻大猴子糾纏在一起 怎料想不到身後邊有個孤井 他當時完全沒有留意到 然後吳老顯一腳踏空 向後邊不斷撲下去 後來吳老顯 究竟怎麼可以脫爛呢 他的腳是否因為那次的搏鬥而逼了呢 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稍後回來再說